Layu聊世紀天天龍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哈布瘋2比2團戰 這個比賽也是他們的練習賽 昨天到現在他們打了非常多的有趣比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場比賽是高冕仁 高冕仁是Hart選擇的維銘 高冕仁他特色是有依次元農田 而且村民可以躲在房子裡面 在團戰來說 他的重农騎士量產速度很快 而且被騷擾也會可以即時能防守的一個文明 那團戰這兩個功能在表現方面是相當穩定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出身點位 這個一點鐘方向 天才少年選擇了伊索比亞 那伊索比亞呢 擁有這個生死帶死給100肉100斤的效果 讓他打這個兵工場跟雙事件場的流程 非常的順暢 讓他的工兵射擊速度又快 流程速度又好 這個文明是非常適合打工兵路線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個蒙古人 那蒙古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伺候單位 在城堡時代死會加血量 還有這個草原騎兵 哎呦這裡有點失誤 後期的蒙古突擊也是大家所能想的 這個非常強大的馬工單位 那要撐到中後期才有可能成型 在前期的部分還是要想辦法活下來 到城堡時代可能還是要靠駱駝 去壓制敵人的騎兵單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大約初傳點閱7點鐘方向 波蘭到頭選擇了波蘭 波蘭人他的特色最主要是 大莊園旁邊灑下農田 8%的食物立即獲得 貴族特權點下之後呢 這個銀罐技術 就可以馬上獲得騎士 一隻只要30塊錢的特惠啊 所以波蘭也是我特別喜歡玩的文明 因為他不管是要打工兵 步兵騎兵 都是很適合的文明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全能型的文明 在以轉兵的後期來說 會比較有利一點 好這邊看到哈特想要偷大象 但是道德表示不給 不給就是不給 但是哈特不動 這個搶得回來嗎 看起來有點困難哦 大象扁塌一下 OK 這個大象看起來是要被帶回去了 哈特不疾不許 最後還是把大象帶回一次了 那這邊就變成道德要趕快去偷大象 但是他家裡的大象早就已經吃完了 哇 那這邊可以看到道德肉 一開始就少一頭大象了 還是那頭大象本來就是 大象 我怎麼看起來道德這邊的大象 還有兩隻啊 乖乖的乖乖的 乖乖的 好這裡趕快吃鴕鳥 OK 那可能是道德本來是想要去偷吃哦 結果 沒偷到 好大象右邊還有一隻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封建室帶會怎麼打 好前期把這個大中原 補在了高地 待會就可以補農田 快速獲得肉類 上面的部分要想辦法鎖住哦 有黃金的部分 所以這個沒鎖住會很受傷 那這兩邊都是蒙古跟波蘭哦 都是馬國跟弓兵都可以打的文明哦 所以這就比較好奇哦 誰打弓兵誰打騎兵哦 那蒙古在前期打騎兵的部分哦 很容易射出對手 對手是一手BR的情況哦 你出弓兵哦 也很難打得贏對手 但你不出弓兵的話 就打不贏對方的弱嘛 所以這個東西 就要來看一下 到底 Hero會怎麼去挑戰少年的 弓兵開局 好 好 那這邊弓兵開局 一樣細節 只蓋殘礦地 然後射箭場 待會就要來看一下 他的木材 木材現在有點吃緊 還爛了一隻槍兵 那這邊射箭場會稍微慢一點點 現在第一隻弓兵 然後拉了一些人去直接打獵 第二個射箭場會稍微慢一點點 哦 這裡有大動作 這個是道特拉了六隻村民 要來插劍塔 想要直接把黃金給控住 好 這邊弓兵出來 槍兵直接過來防守 戳到了一下 村民死了一隻 好 這裡收村 箭塔蓋好了 趕快用這個箭塔去射 好 這裡再補一根箭塔 感覺這個位置補的不是很好啊 如果是我的話 我想要補稍微木區裡面一點點 好 但是現在要補起來好像有點困難 兩邊對打 結果哈爾特的弱馬 四隻還在 這裡三隻弓兵成功阻止到了道特 這邊繼續蓋箭塔 哇 沒想到前期打這麼兇 弓兵只要守在這個位置 塔不要讓他繼續蓋就好 後面這裡稍微圍一下 然後後面去開始挖金礦 後面早就已經開挖了 少年的反應就是這麼的快 金被控馬上去後面挖 待會射箭場也可以繼續按沒關係 反正待會出來在這邊卡位就行 好 但是 道特沒有打算回家 繼續拉個五隻戳名去尻這個射箭場 現在道特家裡的狀況是一片荒蕪啊 哈爾特並沒有把洛馬給拉走 然後感覺現在哈爾特的洛馬不需要在這邊 也能 守得住 這裡有槍兵跟弓兵 現在只有Hero有洛馬 這個組合應該是能守住的 感覺不需要守在這裡 好 這邊稍微出來 喔 箭塔我繼續蓋了 這裡沒有放弓兵在邊助手 有點小傷 好 果然一離開 這邊就回來 然後Hero的洛馬想要回去幫忙 但是其實沒有被騷擾 這個箭塔蓋起來也沒有辦法 搞到什麼東西 想認真的 因為這裡一天還可以繼續造傻 OK 那現在問題回到了Hero身上 Hero這邊是 蓋了一個箭塔 在果子區 然後穩住這個果子區 好 但由於隊伍沒有弓兵的情況下 Hero只能單打獨鬥 這邊要想辦法繼續往前伸插箭塔 最好是能空到這個墓區了 但是現在只要弓箭手 只要處在這個位置 基本上 禁塔是沒有辦法繼續成型 所以前期的打鬥可能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問題就回到道德身上了 好 這裡看吧 他不一根箭塔繼續防守 然後來開採敵方的石頭 這也是可以考慮的 這邊你要再推進 實在是不太可能 這個弓兵只要鎖在這 基本上前面就不會被繼續插塔了 OK 這樣子 Hot 肉馬繼續纏 好 弓兵鎖在這 這裡可能要被打破了 5隻弓兵回頭一射 第一時間上去輸出 弓兵血量被打掉很多 收掉了3隻弓兵 2隻 3隻倒下第4隻全部5隻拿下 Hot的肉馬 及時拉走 好 這根箭塔想要繼續插 但是好像被制裁 被收掉了2村 只剩下3隻村民 看來還是大力的道德 好 這邊已經維號 而且還補了大石牆 好後面 Hura一打二 成功的收掉了這坨弱馬 跟弓兵的騷擾 好 這裡補下了品種 一級弓 品種的話 大會有黃金產能點 好 結果是Hot 先點了一個品種 Hot家裡資源點都稍微有所 只有大莊也沒有 現在Hot叫Hura 趕快收好啊 這是給你的訓練 以老賣老 讓年輕人去磨練一下 現在Hura是確實被磨練到了 除了要守自己家 還要幫Hot手家 Hot就是四季公道唄 OK 那現在 接下來看到Hot已經點下去 把城堡石袋了 那城堡石袋在這邊繼續挖石頭 難道是想要來蓋城堡嗎 但像城堡的石頭量也不是很夠 並沒有決定要來挖石頭 蓋堡 好 那現在的情況是 目前離Doubt來說 還是稍微有點有利的 因為生石袋快 而且挖石頭也可以產生黃金 其實波蘭這個文明 挖石頭是最不傷經濟的文明了 好 那他剛剛沒有補一根劍塔在這邊 防守 挖對方的石頭就有點可惜了 對不對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但是說不定 蓋這邊也蓋不起來就是了 人家少年也不是吃素的 好 那這邊 遛望塔 這邊可以稍微低一下 好耶 低一下了 回收一些資源 阿爾特還是有點想要挖出一根城堡 那待會這邊挖寶的話 可能城堡還是要蓋這個位置 好 守在這個位置 會比較好 或是這裡 在我們前蓋應該是不太可能了 好 前面的肉麻 把Hero給逼退 Hero這邊城堡時代還有兩分鐘 少年這裡 城堡時代已經補下 Hero的肉麻 還在出著關係 所以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那現在這邊肉麻的數量 時代是有夠多 Hero其實可以按些槍兵 稍微防守一下 但是也沒有想要出 槍兵來防守的意思 好 這裡品種點下 品種一好 就可以出門打架 而且對手也有品種 而且也有一攻一防 你再真的開打起來的話 Hero可能是沒有辦法獲得太多的甜頭 好 這邊一直逼退對手 後面走過來 想要抓村民 好 這裡決開始要補城堡 結果補在了後方 DOT 你怎麼從後面來的 哇 DOT這一波 還可以插到人家的城鎮中心 這個精彩了 居然從後面偷偷來 好 這根城堡蓋好 應該會重創 糕免這裡 好 兩邊龍馬還在繼續出 11隻11隻 現在14隻工兵來了 Hero怎麼擋 打上上大石牆吧 大石牆要不要上一下 不上嗎 不上就會很難受 但是可能上也來不及 已經這裡有個木牆來不及了 哇 直接殺進來 完蛋 Hero要1扛2 建塔要不要多補一些呢 說沒有挖黃金 我不要吧 DOT 不不不 Hero Hero這邊 花黃金可能也沒有辦法 好 戰槌兵開始出來了 戰槌兵直接從後面 長驅直路 黃金這裡真的不能挖啊 取消取消 好 鋒兵開始往後撈 黃金 挽回 開始開採 Fero這邊要守住的話 可能要挖城堡出來 畢竟你只出兵是打不贏兩家的兵力的 好 戰槌兵成功把這些伐木工給逼走 但是走移動速度真的是慢啊 好 這個移動速度只有0.9 聰明的話還有這個 0.8 雖然 比聰明稍微快了一點 待會有守推車 的話 是會跑輸的 待會還是要點個部位技術 好 戰槌兵開始亂敲 打你的騎士出來有點扛不住 戰槌兵打騎士傷害其實很優秀 哇 直接把你的鎧甲打到歸零 -2-2 2-2等於 0 歸零騎士 好 但是防戰槌兵的好用東西 生旅 有奴炮 或是投石車 待會可以考慮出一下 不然就是慘工兵 但是工兵的話 沒必要是高敏自己出 只能叫隊友 倒凝過來 派幾隻工兵守一下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直接守在農田這個位置 好 肉麻上前 收掉 現在 Hira也想要急需石頭來源地 只要有石頭的話有劍塔 就可以稍微暫時守住 好 現在的局勢對於兩邊來說都是水生活了 但是看起來少年這一邊 還是更具有優勢一點 畢竟這個肉麻配工兵的騷擾能力 實在是太強了 看起來兩邊現在是持平狀態 但是少年這邊還是擁有 正面的絕對 武力值 武力值非常凶狠 如果正面開打的話 道特這邊是肯定扛不贏的 那Hira這邊 看要不要用個肉麻 趕快去抓一下對方村民 多打一下BD 但是如果他的騎兵漏頭 就意味著 Hart這邊的七騎兵也會直接往前衝 好 好 這邊漏頭了 聘燈 剛剛少年收聘燈 他的阻力在這 阻力出現了 趕快衝 Hira這裡趕快收村 H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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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村 好 這裡騎士上前 站垂兵繼續往前騷擾 這裡有可能秒殺掉一家嗎 看草原騎兵有點扛不太住騎士的傷害 結果這裡有個洞 Hira這邊直接大慘烈死光 哇 洞最後沒有守住 最後死了一大片村民 Hira的村民宿只剩下41村 真的是太慘烈了 果然 主力部隊一漏頭 就知道 你要出事了 哇 這一波 Hira 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死的死 傷的傷 現在 HART 臭命宿只有44村 但是Hira有38村 兩邊都是一個偏殘的 那兩邊沒有被受到騷擾的玩家 都是54村 而且都是雙TC開動 再破爛來到3TC 好 後方的騎士開始過來 Hira用自己的最後的騎兵單位 想要盡可能的把村民給收掉 好 又收了幾村 現在40村打41 Hira的村民宿稍微回來了 好 到達家裡一片猩猩像榮 少年家也差不多 但少年也弄得是比較慢一點的 好 騎士終於收到城堡裡面 稍微休息一下 Hira這邊 的城市中心還沒有被看到 剛講完就要被看到了嗎 好 現在 在村民宿 兩邊看起來是Hira這邊暫時領先 到達的村民宿還是非常優秀 這裡要收村 沒有發現嗎 收下村民 又要死幾隻村民 結果我怎麼拉走了 兩個承動心射的有點痛 不敢硬扛 這裡又一根城堡 繼續吃箭矢傷害 被射掉了有些多 Hira這邊開始打多線遊擊 趕快找個機會 偷抓村民 把對方打殘 也是通往勝利的道路 並不一定要把對方正面部隊給解決 偷家也是一種很好的戰法 好 他的家裡的騎士算夠多 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下面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裡待會可以考慮捕魚跟城堡 直接把這個礦局給守住 好 後面這根城堡暫時無解 再來哈特 要把自己的經濟往前補 出工兵 還在這邊繞 新騎兵開始走多線 看左邊完全沒有 辦法的資源 好 這邊工兵再度出進來 自己殺掉了三隻村民 這邊騎兵也開始慢慢回補一些 但數量也是不多 現在這個情況要打贏對方的騎士 只能考慮轉駱駝了 數量上明顯有差異了 好 這裡再補個城鎮中心 好 蒙古圖機要出來了嗎 蒙圖 蒙圖這邊要成型相當困難啊 黃金跟木材都需要非常大量才行 好 貴族特選點下 現在貴族特選補下之後 待會騎士每一隻只要三十塊錢 爆量大騎士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這裡草原起兵過來 哇 又被射死了一隻 但正面的建築物快被拆光 騎士砍建築物也是蠻快的 好 後方的弓兵開始再做個包夾 兩兵的兵力都在這裏 倒特現在點下貴族特選之後 開始爆馬 好 現在能把一架打死比較重要 騎士第一波的進攻物標是會打誰呢 好 可以開來補騎士了 好 浩特這邊騎士過來看一下 這個倒特到底在賣什麼關子 樸裡賣什麼藥 好 這裡工兵再速狂點 HERA這邊衝突下降速度有點快 剩下四十幾吋 四十六 這就是易索幣啊 射擊速度跟鬼一樣啊 好 騎士直接騎上了城鎮中心 HERA雙向被進攻 倒特這邊也是 兩邊都是一個 被四處鑽動的狀態 現在他們家已經變成了 領土分割之術 這邊直接暢穿無阻 OK 現在倒特 騎士已經開始補了上去 一擊攻一點下 投石車 打了一發 好 現在攻兵出場來到了三十三隻 喔 有點多了 三十三隻 這個要騎士扛也不好扛了 好 還是少年是走一個雙TC樹地王 用時代補下 這裡城堡繼續補 倒特騎士數量有點多 投石車沒人守 投石車應該是暴斃了 好 騎士開始多線 這邊騎士在瘋狂找個宅頭檔 大方新騎兵成功收掉了 好 那 奴斃的部分 走到後方的農田區 開始點倒特這邊的農田 我們趕快逃了 再不逃的話就完蛋了 波蘭的大中原是最難防守的建築物 所以能守住大中原的話 波蘭就有機會 好 現在倒特一個扛兩個家 要防止要繼續進攻 哈特的家裡 還要再繼續防守家裡 現在兩頭燒啊 後邊分成兩隊 上下開始到處射射 騎士數量繼續往前補 哈特的農田居然還可以支持自己出騎士嗎 騎士數量還是蠻可觀的 再次獨在了這個窄口 後面的TC已經輸出到了 輸出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這邊地獄的時代移上去 Hura的城堡也要慢慢被開拆了 現在Hura的村民樹只有54村 村民樹差距非常的巨大 但是哈特的村民樹也是只有54村 兩邊的村民樹差距不多 但是後方這一坨正面武力 該怎麼擋住呢 好 這一波我要直接硬上了 騎士上前 強奴直接吃箭矢傷害 好 騎士拉了一些回來 這兩道回訪嗎 感覺回訪不是個好 憂喜 這樣哈特的騎士就可以出來騷擾 果然騎士一出來 Hura就擋不住 而且這邊回來 騎士雖然也不夠多 人家帝王時代 強奴三級色化學 都已經補好了 現在自己 只有二級馬凱 到底是到帝王時代 也只有重裝騎士跟三公 騎士不管怎麼打 突然騎士遇到工兵 都是非常難受的狀態 好 憂喜直接一個大遷徙 這是什麼 摩西過紅海 天啊 他的領土直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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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開兩遍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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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特跟 少年才是摩西 直接把 他的領土掰開來了 這 這麼掰開的畫面 很少看過啊 如果在P戰以上以外 很少看到這麼掰開的畫面 OK 然後後方的槍爐 開始射 哇 這個騎士斜量掉的有點快啊 好 後面補了一個4級 這裡要補個.... 橄木場 Pyro已經直接棄手 完全沒有要抵抗的意思 問題就回到了道特身上 好了 結果說沒有在抵抗 結果人家在後面還是有所作為的 並不是毫無作為 OK 我放這個騎士 終於戳掉 這邊草原騎兵還是有拖拖到幾村 奧特現在面離之士 離世跟強姆的聯軍 但是重裝騎士還沒有辦法澄清起來 好30秒時間 3攻2攻都還沒有補 攻擊力還是沒補下 後面的僧侶開始著想 強姆走了進來 重裝騎士還有10秒鐘 這一波要上了 3 2 1 變身重裝騎士 來吧 直接吃掉這頭強姆 後面的巨型偷襲大概幾隻 去後面打一下 後面的重裝騎士被後方的騎士給包夾住 騎士數量也是蠻誇張的22隻 在後方的僧侶幫忙著想 正面沒有辦法扛住強姆 強姆直接全部死光 後方的強姆還在去輸出 這邊重裝騎士開始有機會反擊 這些騎士雖然數量很多 但是體質上還是輸給了對手 但是別開打比較好 最好是讓少年的強姆數量 再繼續虛鬼博 右邊又抓到一坨大碗的 左邊戰場 看起來是暫時沒問題 Pyra在右邊的地方開啟第二個城鎮中心 農田開始慢慢回農 道特只要這邊夾住就還有機會 但是哈特這邊的農田數量也開始慢慢回來了 臭米蘇也是 看起來哈特騎士可以慢慢繼續出 道特這邊的騎士並沒有三攻的關係 傷害有點差強人意並不是這麼的優勢 這時候終於發現了 剛才補下二攻 安丁覺得奇怪為什麼騎士打得很癢 好這裡 高敏的騎士數量 血量都很慘 好全部打到殘血 後面招翔的騎士直接倒地 招翔完的聖旅趕快過來補血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突圍成功 第二坨的強姆出來了 一發一發射掉波蘭的重裝騎士 道特可能要GG了 哇 哈特這個騎士出的非常漂亮 直接扛住了正面 沒想到村民只有五十幾村的經濟量 狂安騎士 還有這種狹警的效果 好 Hura在右邊 閃開了自己的新天地 但是這個城堡 暫時也沒辦法做到其他的事情 現在Hura只能看到的表演 這個看起來也不用再繼續看了 這個就算蓋城堡 大眾軍全部守住 守不住 守不住的話就沒騎士 沒騎士的話就只能打GG了 好 伊索比亞點下大槍兵的升級 自己也想要轉一些槍兵 幫忙防守一下重裝騎士 好 這裡靠世光 哇 突然這騎士真的太害怕射擊了 好 道騰這邊時候打出了GG Hura這邊也是 我們恭喜 少年 跟霍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道騰拿下 支援上的勝利 最後拿到49000 大眾人之力 支援贏了Hura 大概整整1萬塊的支援 但其他部分呢 還是由伊索比亞 這邊拿到木材跟黃金的勝利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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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